英國的家長要留意 有一個新的教育局政策將會推出 主要是警告家長不要帶小朋友不上學 離開學校 在未來的日子 在英國未允許帶同理的小朋友離開學校 將會面臨更高的刑罰 簡單來說就是 家長沒有帶小朋友上學 希望增加罰則 令每一天的出席率增加 即使出席率增加罰則 全班98至99%都很等閒 回到香港不上學的小朋友 基本上除了病假之外 都沒有其他可能性 甚至為了讀書 可能大病上學都有 在英國你會發現 很多時候小學也好 中學也好 有些班級的同學生經常都不在 在這篇新聞中說 為何會出現這個情況 主要是疫情後出席率下跌 過去一兩年多了機會在家上課 某程度說 疫情其實改變了很多人的生活模式 教育報表示 如果小朋友未經授權而擴放5天 就必須考慮處理罰款 目前缺貨的罰款就由60磅起 缺貨罰款就會由60磅起 如果21日內未繳納的話 就會將罰款提升到120磅 但英國教育報表示 罰款起價將會變成80磅 最高可以罰到160磅 如果你一直都不交罰款 那之前的數字是怎樣的呢 2022年到2023年 英格蘭享家長發出了近40萬封 未經授權缺勤的處罰通告 這個數字就遠遠高過疫情之前 好了,大家猜猜 為何小朋友不上學 是不是爸爸媽媽這麼累了? 當然不是 根據教育部12月發出的數據 近10分之9,89.3%的罰款 是因為未經授權的假期而被罰款 因為家庭就希望在學期以外 就拿更多的假去旅行 當你和本地人接觸了一輪之後 你發現了他們真的很喜歡去旅行 基本上一有假期就必然去了旅行 近的會去歐洲 遠一點的又會去美洲 英國教育部表示 缺貨罰款將會納入國家的層面去處理 以協助解決英格蘭各個地方採用不同的措施 希望統一它 在這個新的政策下 政府就希望減少持續不上學的同學 希望他們多些上學 因為本身在英國教育制度下 又不是很辛苦上學 學習的課程或者功課量其實都不算很多 相對於小朋友來說其實不太辛苦 在這個政策下 教育部表示 規定學校和地方當局必須採取支持第一的方法 來幫助學生和家人克服任何障礙 這個政策將會在8月起成為法定的文件 政策就準備推出 當然有兩種不同的反應 Uliant NAHT 學校領導聯盟秘書長說 統一全國的罰款框架是有意義的 目前地方當局向家長處以罰款的方式 和時間有顯著的差異 如果大家和其他家長有溝通過 會發現有些學校的罰則和其他不一樣 所以現在就打算統一全國的罰則 有一個回應就是 好的出席率當然很重要 但長期以來罰款這件事 一直被證明是一種過於生硬的工具 而且對改善、持續、缺勤這件事 基本上沒有什麼用 另外又有些人會覺得 如果沒有了這個政策 更高的罰款 可能只會進一步懲罰 已經陷入陷阱的家庭和小朋友 亦都有人就說 過往一直不上學就罰60磅 這麼久都不加 這樣又不是很合理的 當然歸根究底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想帶小朋友去旅行 就盡量選學校的假期 有turn break 又有暑假又有復活節 如果上學的日子其實都不算很多 如果真的去旅行就考慮一下 等一等時間 不知作為父母的大家又怎樣看呢 不妨在下面留言分享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Casper媽媽的影片創作 加入會員贊助 多謝大家支持 Casper媽媽的影片 準備賣家庁 寓心 1 10 �ar療 3